不如唱最近的新歌吧 叫什麼名字啊? Moon Moon 沒錯就是Moon Moon 為什麼我會跟Michael仔之前 我們不是說我們一起做Live 就是車聲Live 因為很大聲的車聲 就是因為當時我們計算過那一天 其實不是我們計算的 只是我們知道那一天 是正正這個十五 就是有月圓 然後那天還有月食 還有聽聞有好像獅子座樓聲語 然後就想 哇 時間準到這樣 那剛好又出兩個月亮 那沒理由不做Live 所以我記得是前一天才決定 我們第二晚做Live 然後我記得那天我們兩個 是眼睛到黏了 因為我記得那個早上 我是不知道六點還是七點起床 然後直踩到晚上一兩點 就是我們睡了三個小時之後 直踩二十二個小時 我去到最後 我不知道自己講好些什麼 很恐怖 你待會不會記得你現在改變 哈哈 因為今天也是一個hyper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狀態去唱歌 或者去寫歌 是很棒的一件事 因為兩個月亮 我都是在半夜三間的時候 我想不到的時候去寫的 因為這首歌是月陽寫的 還有整個準備過程是 我想三個星期 由零去到派台 就是說零是連一首曲都沒有 但是我們是月陽寫歌 然後第一天 逆琦他就已經做了整個 就是大家聽到出街版本 九成全的編曲給了我 然後我就覺得 嘩很好聽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它太好聽了 所以我只是放了一天 第二天 我以這個狀態下 我才可以寫到兩個月亮的melody 那這首歌 其實就是我完成了 《九道行跡》這個project之後 開展一個新章節的第一首歌 那就是inspired by 轉 還差點 sorry inspired by OK inspired by 村上 所以我洩了到村上春樹的1Q84 它裡面是有一個畫面 就是去到1Q84那個地方 天上面是有兩個月亮的 然後我們經常都覺得 其實你看這個世界 你看每一個人 其實你只會看到它的一面 如果你只是找眼很快地掃過 你不會看到一個靈魂 但是我們很深信 其實每一個人 每一件事 每一個物件 其實它都有兩面 所以我們希望 大家可以 給一些耐性 給一些諒解 你不如用心去感受 尤是物 它的另一面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們的靈魂 兩個月亮 聽到 太早 太早 誰很愛 隨便 誰都沒有 都沒有 太陽 有 背後 天 常 我 哭 iba 走 上 所有意想 除外相 最有狠心 差一架 其实过分罪啊 不敢插上荒棍 逃避着面对世间 不敢插上荒棍 我跟你航着天上 风带高原在吹 在我拥抱着走门着 千亿地问着人事交易 《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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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天哪 月 橋 早 月 圈一生 只會想想像 在哪樣 善愛 在哪樣 為何 都無想 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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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與人 圓萬一揚 一重被迷惘一生 唯了一世上 祝我 大心上 Thank you 兩個月了 我們是否沒時間唱最後一首歌 還有時間 好 那我們要唱最後一首歌 好 你猜最後一首歌是美國 怎麼會知道的 很厲害的 為什麼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們會知道最後一首歌是《痛苦情》